前面看到盲仔母子因为争夺飞机,大打出手 大战了三百回合,好一个尊老挨佑母慈子笑啊 后面终于看到他们和谐了,一起在开飞机 应该说主要是盲仔在开,小五在做 小五这个惊恐的表情,好像在说 妈妈你驾照考下来没有啊,稳当不 盲仔是一脸的自信,妈妈开飞机怕什么 那绝对是稳稳荡荡的 但是小五还是觉得,妈妈这个技术有点不到位吧 好像是有点盲目自信呢 所以她就想逃走,结果又被妈妈给叼回来了 就算是不想做,那也得做 别熊都是母子子笑,到了他们这里天天都是鸡飞狗跳的 不过这样真的好欢乐呀 这两绝对是熊猫界喜剧熊母子的冠军了 第一名对于他们来说是实质名贵的 柯大和柯恋虽然也是很搞笑的 但虽然柯大是非常幼稚的妈妈 但是柯恋是一个非常稳重的宝宝呀 只有盲仔和小五,母子俩都是两个逗逼 柯大和柯有好多很搞笑的有趣的表情包呀 小五长大之后,会不会像宁言一样成为下一任的喜剧之王 小五跟宁言一样,非常的活跃,而且那个表情很搞笑 动作和行为上也是自带喜剧感的 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的,也不知道是在忙些什么 好像就没有闲的时候呢 猫仔又丢下小五自己回家了吗 后面又是奶爸来抱的 虽然小五还不想回家,有一点想逃 但是后面抱起来的时候反抗意识还是没有爱姐那么厉害 之前爱姐被奶爸抱的时候,整个熊都是纸棒棒的 浑身都写满了抗拒,就是不想下班,就要营业 奶爸抱小五的说笑的好开心啊 这么可爱的熊猫宝宝,谁抱不开心呢 像我们就只能羡慕的份儿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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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